色铅笔可以像水彩一样画出色彩缤纷的图画 但是速度不用像水彩一样要很快完成 藉由一笔一画的颜色堆叠很有书压的效果 一家社区学校就开设了快乐书压色铅笔乐林班 长辈们把花花草草画得很生动很立体 也很有成就感 拿着淡紫色的色铅笔从杨洁梗的花瓣前端 顺着同一个方向一笔一笔慢慢画 接着再拿更深一点的紫色把颜色加重 慢慢让颜色堆叠加深 长辈都觉得很书压 有时候心情不好 来画一画 突然有时候觉得今天怎么过得这么慢 然后把时间画不知不觉 他就非常快的就度过了 有啊就是当你在画画当中 你就会沉浸下来 那段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 当你完成的时候 你就觉得我完成一个作品了 那你就有成就感了 色铅笔画起来它比较细 然后它可以慢慢来 然后可以一层一层的去叠颜色 所以对于有压力的时候 你慢慢去纾减的话 它有效果 色铅笔其实有点像素描 但又能像水彩一样画出景物的颜色赏心悦目 只是不用水去调色 所以速度上可以放慢 也比较好控制颜色的深浅 一边做画的同时 还能把情绪反映在画里 后来呢老师说像 只是比较 画的像 就是原来你很标准 但是呢你画的 自己有创意那更好 有一些新的同学都好厉害 他就会 老师教蓝色的 他就会创造出 我有看到粉红色 我就画粉红色的 然后就把老师那个技巧全部都用进去了 他们画的虎尾蓝比较亮的时候 他就因为阳光就比较强 就感觉他心境就比较阳光一点 所以从画图为了解他们 他假如心情比较深沉一点 他画的颜色都比较深 一套48色的色铅笔就可以将景物深深浅浅 明明暗暗的描绘在纸上 很有立体感 很适合上了年纪的长辈或退休人士学习 超输押 记者金线忠 赖昌邦 高雄报道